《财经周报》 我为您梳理一周财经 大家好 我是孙雪奇 中国人民银行9月30号发出通知 预告将对普惠金融 实施定向降准政策 明年初将会考核各金融机构的 普惠金融贷款比例 按照达标程度或许降准 一般达标者降准0.5% 贷款比例较高者则降准1.5% 央行首次延迟降准 政策和以前有很大的不同 各方也是对此充满猜测 究竟此次的降准大动作意味着什么呢 将为市场带来怎样的长远影响呢 马上进入本期的封面故事 中国人民银行此次预告的降准政策 聚焦单户受信500万元以下的 小微企业贷款 个体工商户和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 以及农户生产经营 创业担保 建党利卡贫困人口和助学等贷款 凡是前一年这些贷款余额或增量 占比达到1.5%的商业银行 存款准备金率可在基准当基础上 是下调0.5个百分点 前一年这些贷款余额或增量 占比达到10%的商业银行 存款准备金率按累计原则 在第一档的基础上 再下调一个百分点 那么中金最新的报告也是指出 这次定向降准的政策 可以覆盖全部大中性商业银行 约90%的城商行 和约95%的非现域农商行 事务家上市的大中银行 约有7家社会余标准调整 正面影响净利润约0.6% 以今年8月底 内地人民币存款近162万亿来计算 降准0.5% 最多可以释放约8000亿元的人民币 降准1.50% 可以说是最多可以释放约2.4万亿 规模是相当惊人的 那么央行为什么在此时 选择如此规模的延迟降准呢 那么有分析就指出 尽管内地PMI的资料 仍然表现强劲 但是8月工业增加值 投资增速和零售销售等经济资料 是全线放缓 显示出年内中国经济 已经出现了下行的压力 那么此时 央行提出了定向降准政策 扶持小微企业的意味 也是非常的浓厚 那么同时 美联储本月启动缩减 这个资产负债表 并且意识着 年底很可能再来一轮加息 明年则有可能加息三次 央行以特级党来发布这个降准预告 或许就是针对经济增速放缓 和美联储缩表加息冲击的 一剂预防针了 那么此次定向降准 是否意味着央行 对流动性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呢 那么也有分析人士就劝说 说不易过度解读 那么新业证券就表示 就目前来看 如果政策在2018年初是开始实施 大部分银行很难满足 第二档的触发条件 那么交易国际的报告就指 这个定向降准 是动态差别化的调整过程 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的走向宽托松 原有的定向降准政策 已经拉开了各银行 在存款存准率上的差异 对于普惠金融实施定向降准 所带来的增量资金释放规模 其实是有限的 那么二级市场是一直不缺乏 对于降准的呼声 但是降准动作所释放的信号 意义过于强烈了 那么此次央行选择 背靠发展普惠金融 和扶持实体经济 扩大定向降准的物件 合理满足了流动性的需求 稳定了市场预期 又不至于像全面降准那样 带来强烈的宽松预期 那么不少市场人士 也是因此认为 央行的此次操作 可以说是非常高明了 那么德国商业银行的 首席经济学家周浩就指出 向普惠金融提供贷款达到 上年增量或者是存量的1.5% 似乎不是一个难以完成的目标 但是如果想要拿到额外的降准 向普惠金融的贷款 需要达到存量或者增量的10% 这个骤然提高的门槛 也意味着人民银行 并未实质性认可市场高呼的 降准之声了 那么同时他还认为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真正的问题 其实是这个价格双轨制 也就是说是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 和非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利率水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真正需要资金的非银金融机构 跟普惠金融似乎沾不上边 换句话来说 这个降准释放的资金 不是为了解决 也无法解决市场流动性的结构矛盾 那么央行公开市场操作 已经显示出 不愿意放松流动性关闸门的这个决心了 那么尽管市场一直对于这个 各类流动性工具的使用 有诸多的揣测 但实际状况就显示 这个央行认为市场的问题 在于自身的杠杆 与其总量调控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在这样的思路之下 央行给予了市场一个延迟降准 某种程度上 算是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说这个货币政策 不能解决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了 好的 本周国内外 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财经讯息呢 马上带您进入一周财经回顾 日本央行调查报告表示 第三季日本大型制造业景期判断指数 升至22 创10年新高 高于6月调查时的时期 连续第四个季度改善 并高过市场预期 反映大型制造商信心转强 受惠于全球需求强劲 大型非制造业景期判断指数 持平于23 符合市场预期 不过大型企业预期 未来三个月业务状况将转差 预计本财政年度资本开支 将增长7.7% 增速低于市场预测的8.3% 由日经及Market公布的韩国9月制造业 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0.6% 高于8月的49.9% 创2015年12月以来最高 这也是今年6月以来首次重返50以上扩张水平 社会于生产反弹及新订单增长加快 制造业产出指数升至51.1 是14个月以来首次突破50 新订单已近4年半以来最快速度增长 韩国政府公布 9月出口按年急升35%至551亿美元 创纪录新高 连续9个月录得双位数增长 受晶片和钢材销售带动 上月进口也上升21.7%至414亿美元 连升11个月 贸易顺差138亿美元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科普朗表示 美联储需要仔细研究今年12月 应否再次加息 但不需要等到通胀重返2%的目标 科普朗表示需要见到周期通胀上行压力 抵消结构性下行压力的证据 他又指美联储有加息空间 但不像市场预期那般强大 他对今年底加息与否持开放态度 相信明年美联储可承受 逐步具有耐性的加息 科普朗表示 就业市场没有出现大量闲置情况 且通胀呆滞并不让人意外 预计今年美国经济增长2.25% 今明两年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美国著名投资者巴菲特 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表示 如果1月1日起税率出现重大变化 假设降低资本利得税或企业所得税 则现在出售亏损股票 并持有上升股票直到明年 他又表示 在现有的利率环境下 美股价值合理 又指利率是影响股市价值的 一个强大因素 并认为美股表现将好过债权市场 他正密切关注美国国会的税改议案 并认为国会和总统特朗普将成功减税 英伦银行表示 英国脱欧将影响欧洲银行业 对英国企业贷款 并将为一些清算活动带来风险 因为脱欧后部分清算活动 可能要牵出伦敦 英伦银行金融政策委员会 9月20日的会议摘要指出 欧元区及其他相关国家的银行 占英国企业贷款总量约一成 目前这些银行能以分支形式运营 但在英国脱欧后就不得升级为子公司 但过程或虚实很多个月 委员会又指对于解决这个问题 部分在英国有分支的欧洲经济区 EEA金融机构未有足够重视 因此英国批发银行服务中断的风险 将会高过之前预期 欧元区8月失业率维持于9.1% 连续三个月保持同意水平 是2009年2月以来低位 市场原先估计失业率会回落至9% 欧盟28国8月失业率则回落至7.6% 较7月低0.1个百分点 欧元区9月制造业活动 创2011年2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 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中值 升至58.1 高于8月的57.4 但略低于初值的58.2 至于德国9月制造业批MI中值 也升至60.5 创近6年半新高 高于8月的59.3 主要受到亚洲新订单推动 好的 那么我也是稍作休息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财经周报 我是孙雪奇 环顾完全求现在让我们立足香港 着眼脚下一起进入聚焦香港 第二届旅志合奖日前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现场表彰了对推动世界文明发展 做出无私贡献的三名获奖者 与一千位嘉宾出席 见证和祝贺这三位获奖者 10月3号晚 第二届旅志合奖世界文明奖颁奖典礼 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 活动现场颁发了持续发展 人类福祉和正能量三个不同领域的奖项 给中国气候变化事务 特别代表谢振华 兰德萨农村发展研究所 及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 每位获奖者或组织 获得2000万港币现金 证书和奖座 女志合奖创办人及奖项理事会主席 女志合博士 向三名获奖者送上祝福 认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翘楚 并期望三名获得者来继续发挥 文明道德模范的力量 让更多人受惠 女志合奖的目标是宣扬和谐共荣的价值观 在这说是要打破各界民族信仰的界限 推动全球攜手 共同尋走人类道德的文明 以可持续发展的榜样 来倡导积极正面的人生观 和振奋人心的正能量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在致辞中表示 世界面对不同挑战 包括气候变化 贫穷和激进政治主义抬头等 赞扬得将者为世界带来贡献 中文字幕志合奖的目标 中文字幕志合奖 中文字幕志合奖 Elevation of poverty and promotion of harmony among diverse groups are indeed very relevant to today's situation I believe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we have unprecedented resources to tackle the challenges our world is more prosperous more technically advanced and more interconnected than ever before I believe that we should all make a little extra effort to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and help our fellow citizens 持续发展奖获得者 谢正华表示 自己从事环境保护 节能减排 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已经35年 亲身经历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可持续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 从理念到实践的变化过程 直接参与了全球气候谈判 艰难曲折的进程 见证了达成巴黎协定的 历史性时刻 我为能够有幸从事这项事业 感到骄傲和自豪 为人类和子孙后代的福祉而努力 是我一生的荣幸 当晚海内外鱼签名 政商学界嘉宾 共同见证了三位获奖者 及获奖机构的成就 本届之合奖的获奖者 将会在10月4号和10月6号 在香港大学 香港中文大学等本地不同高校 和香港市民以及大学生们 分享他们的人生心得 亚太地卫视记者 陈燕竹 旅人青 香港报道 内地十一超级黄金周假期 是接近尾声了 香港仍然是内地旅客 假期出门的热门之选 一连八天的假期 让香港许多行业的销售业绩 是持续增长 今年 内地国庆中秋假期叠加 形成了一连八天的 超级黄金周大长假 香港入境处资料显示 黄金周首日 访港客流量达到24万人次 比去年同日增加9.4% 其中内地游客 逾20万人次 按年升进一程 超级黄金周期间 大量内地游客访港 汇集香港旅游零售等多个行业 香港如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市场及营业副总裁蔡兆文表示 超级黄金周前三日的酒店定房率 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 入住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 预计整个十一黄金周期间 酒店入住率都能保持在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水准 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号二号 今晚三号都是百分之一百的 是全部满的 去到四号五号 我们现在都做着百分之九十八个百分之 如果整体整个假期来说 应该做到百分之九十九的了 比去年大约多了百分之四个百分点 最多人预计的就是由十月一号至六号 平均来说今年的价钱比去年 大约要升了百分之十二 平均价钱大约1200至1300元左右 虽然香港部分酒店房价 因为客量回升而增长 但大部分游客都认为 超级黄金周是旅游旺季 房价虽然比平时价格增加 但今年的升幅仍然算合理 我觉得比平时来说略为偏高一点 但是也能理解吧 毕竟是假期 感觉服务还挺好的 然后环境也不错 蛮好的 也挺方便的 然后各方面交通 住宿 环境 都挺方便的 饮食我们觉得可以 挺不错的 现在是国庆旺季 所以这个价格 这样的一个面积大小 也算是比较合理的 然后如果是淡季再过来的话 应该社会性价比会更高 华茂集团租务部副总经理张家俊表示 旗下零售商场消费 均收获于超级黄金周假期 内地游客人流生意均暴洁 尤其是上水粉岭地区的商场 因地理位置进深圳 最受内地游客欢迎 这里就是邻近港铁的粉岭站 其实搭两个站就可以去到罗湖了 所以国内的游客很喜欢 搭两个站的港铁 来到我们香港这个消费人流 大约都有10-20%的增幅 商铺的销售数字 我们估计都有10-20%左右的增幅 生活的百货或者化妆品 这些都很受游客欢迎 业界指出 今年防港气氛好转 内地游客来港消费明显回升 希望旅客增长势头 可延续至黄金周后期 亚台第一位时记者 千安竹 袁青 香港报道 学校要玩香港 本周财经朋友圈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新鲜事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iPhone 8是逢多时之秋 不仅遭遇是三年来最冷清的发售 iPhone 8 Plus又被爆出大问题 接连着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出现爆炸 想想去年的Note 7的这个爆炸门事件 三星手机销量在国内 是经历了过山车市的下降 市场地位也是岌岌可危 网友们不禁问到 苹果帝国已经将近黄昏了吗 那么据台湾东森新闻网的报道 台湾一名消费者给刚入手 三天的iPhone 8 Plus充电的时候 手机外壳是突然爆裂 手机背板和屏幕 明显是从内部裂开 边框也开始脱离了外壳 电池是怀疑是不明原因 出现了这个膨胀 裂缝是约0.5公分 而iPhone 8 Plus首爆案件 是出现在日本 当地民众于24日晒 我人就说明这个手机有异样 根据韩国经济称 这个苹果最新发布的三款手机 实用的是三星SDI和乐金化学的电池 那么SDI同时也是之前 三星Note 7这个电池的供应商了 那么之前 iPhone 8上市首日是遭遇 三年来最冷清的发售 中国等地的苹果专卖店前 是排队者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而且由于这个iPhone 8 大规模降价和iPhone 8本身 这个提升并不明显 官方呈现了大面积退货的现象 顺风仓库已经被拒收退货的 iPhone 8 iPhone 8 Plus堆满了 那么同时 iPhone X的量产时间也是一拖再拖 之前是说因为这个苹果 故意压低零部件的出货量 但这次真的是零部件生产 出现问题了 那么iPhone X中 这个面部识别系统一组被称作是 罗密欧与朱利叶的零件生产 是出现了问题 可能会让计划于11月3日 正式发售的iPhone X的上市时间 是再次推迟 那么这一系列的消息 也让大家产生了质疑 苹果是否已经透支了涨幅呢 9月以来 苹果已经蒸发了500亿美元的市值 股价跌幅是达到6% 遥想当年 苹果和三星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中的 量强争霸 如今这一局面正在被打破 像华为 欧宝小米等等 国产手机品牌正在持续崛起 那么根据Counterpoint市场监控部门 最新的第二研究显示 今年二季度的市场份额来看 华为 欧宝 Vivo和小米 正成为中国市场出货量最多的 前四大品牌 那么三星手机目前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是排在第六位 排在第五名的就是苹果 为8.2% 看来在中国市场 苹果和三星的日子都不太好过 由于国产机的崛起 即使是乔布斯再升 售价再高 iPhone新品在中国市场 也是难续往日的辉煌 中国未来的智能手机市场竞争 只会更加激烈 但是从长期来看 昔日的两大霸主 尚未显示出丝毫的颓势 苹果依靠着其独特的产品粘性 依然是拥有大量的拥躬 其产品本身拥有着明星属性 三星也推出了爆款新品 Galaxy S8 并且在这个技术和体验方面 是重拾了优势 随着四大国产品牌 逐渐在一个增长环弯的 大市场中环境 是取得稳固的领先地位 他们所要争夺的市场 正在冲合 那么四大品牌 都有希望是争取前两席 因为只要走错一步 排名跌下两位也很容易 看来这个大一统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春秋战国时代正在崛起了 那么继标准普尔将 万达商业地产评级 下调至垃圾级之后 目的也将大连万达商业地产 发行人评级 从BAA3是降至BA1 那么BA1是垃圾级别中的最高级 对此标普就表示 下调评级是为了反映万达商业 在商业模式方面的不确定性 那么此前万达出售大部分的 房地产开发项目和酒店项目 标普方面就认为 在这一转变过后 预计万达商业 在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市场地位 将会被削弱 那么标普企业评级副董事李俊文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 这个万达最大的风险 是策略方面的风险 7月万达宣布出售大部分 文旅项目和酒店 在标普看来 他们无法清晰得知 策略转变的原因 以及回笼资金的用途 这些因素也是增加了 这家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 而目的方面则主要聚焦 对于万达流动性方面的担忧 他们认为虽然截至2017年6月底 该公司还持有 大约1337亿美元的现金 这些资金足以偿还 潜在的贷款 但这些资金主要是存在国内 如果境外的银行 要求大连万达提前还款 那么其目前在海外的现金 是不足以偿还的 那么虽然两大拼瘠机构的 先后发难 但同时也有着不一样的声音 那么据经济日报报道 这个另一知名金融机构 摩根大通在其言报中就指出 宣布的资产处置将大大改变 万达的财务状况 这应该更多地减轻监管方面 对其业务情况影响持续的担忧 完成资产处置之后 该公司的净杠杆水平最低 不仅如此 据悉摩根大通还把标普 下调万达商业评级的行为 概括为见数不见零 目前万达商业 正在回A股的过程当中 中国证监会的官网 也是有最新的消息 也就显示 万达商业在A股IPO的最新排名 为第59位 比之前倒退了三位 以上就是财经周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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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